我原以为会是一场圆满的婚姻 可是结果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她现在一点都不相信我 一点小事就小题大做 当初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也要和她在一起 可是她根本就没有把我和我的家人放在心上 我们刚结婚 才一年多一点就开始分房子了 这样下去对彼此都是折磨 不如离婚算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杨先生24岁来自四川 吴吴员 吴女士23岁 来自重庆自由之业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一年 对 新婚燕尔啊 小片最后说已经分房是吧 对 现在已经分房岁了 谁提出来的呀 我提出来的 为啥呀 因为她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不得不让我分房睡 她做过一些什么事呢 你自己问她呀 对 你做过一些什么事 我自己问 来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不知道 你看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不清楚吗 没事 要不然您给说一下 好不好 她不愿意说 她抵赖 她在酒吧里面上班嘛 然后她一起朋友不是很多吗 她就今天跟别人聊天 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是不是跟别人聊天啊 我是跟人家聊天的 但是我没有经常跟人家聊天的 因为这是工作需求 结婚之后压力都很大 都是看我一个人来支持的 她们都是我的顾客 如果说我不跟她们聊的话 她们怎么会来酒吧消费 你每家一个人都说是你的顾客 你有那么多顾客吗 做销售人员的 家很多顾客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啊 那我怎么没把你放在心上呢 说说她怎么能不能放在心上 她每天除了上班都是出去混酒 出去混酒 这个混酒就是喝酒的意思是吗 对啊 你这个职业你写的是服务员 到底是做什么的 因为我们酒吧是这样子的性质 服务员它也带有销售性质的 就是您是在酒吧里工作的 是这意思吧 对 晚上上班 对 所以您指的还除了上班 就是混酒指的是干嘛呢 就是跟她那些朋友出去喝酒嘛 有时候都是夜不归宿的 我怎么又夜不归宿了 我每天下班 我没有暗示回家吗 你没有夜不归宿吗 我每天四点钟下班 我没有暗示回家吗 反正我是不知道你干嘛去了 就像有一次你生病一样 你跟我打了那么多电话 因为我是在上班 手机是放在办公室里面的 完全没听到 但是你后面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 跟我的微信全部拉黑烟 难道你就不知道 出个上厕所或者是吃饭的时间 给我回过电话吗 我都说了 我的手机是放在办公室里面的 而且拉提又很忙 领导根本不会让你去看她手机看 你明明知道我生病了 你回来都不关心我一下 就知道对我大火大叫的 你看嘛 总是为了这些小事 她就跟我莫名其妙地 跟我吵 跟我闹 那还有一次 当我去洗澡去的时候 你拿我手机 跟我朋友和同事他们发信息 你发完信息也算了嘛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酸出来呢 我不把他们酸出来 难道你还要跟他们继续聊下去吗 我都说了 这些都是我酒吧里面的顾客 你把他们酸了 以后他们怎么来找我消费啊 你手机上一心朋友那么多 每天上班的时候 这里加一个一心朋友 然后那里加一个一心朋友 我就是要把他们删了 等于你把他的手机通讯录删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全删了 捋的删了的 给他留了几个男的 哦 留了几个男的 他总是这样子 莫名其妙地 好